昨天图书方老师终于低调的应讯 应讯完又猖狂的从警察局后门离开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警察局要这么优待他 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图书方老师不愿意对公众说明 那我跟蔡炳坤副市长说 最好的关怀就是查出真相 给他们一个公道 我去选择这个选择去追查了以后 我觉得非常的有疑问是 第一个这个图大方体验自然公司 其实在2004年就解散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他还是继续打的这个名义 在办活动出团 甚至是跟养管处的合作也是用这个名义 那养管处难道不知道说 他是一个已经解散的公司 是一个幽灵单位吗 第二个他办的这个研习营里面 曾经的共同带队人 还有养管处的公务员 也就是萧鼠碧老师 那这他们三方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我觉得养管处也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 再来就是他宣称图书方宣称 他是科内尔国际共享自然基金会的 台湾区授权代表 可是这一个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面 所留的台湾区的资料 我们去查了以后发现说 留的居然是养管处的机关地址 跟机关电话 而联络人也是萧鼠碧 萧鼠碧现在的职称是 养管处解说科的科长 所以到底是养管处才是授权代表 还是萧鼠碧科长是授权代表 还是图书方才是授权代表 现在也是一个罗生门 再来科内尔被养管处胜赞为现今世上最受推崇的这个自然教育学者 这个称号可以说是最高等级的称赞了 事实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也不予评论 但是我去查了这个英文的维基网站的介绍 资料其实介绍的很少 我去查了这个英文的维基网站